小嘴巴,大世界,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帶給你。 120分鐘,聲音鎖匙,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葉詠詩。 逢星期二的下午4點到5點這個時間,都會有這個環節,叫做小嘴巴,大世界的。 上星期就率先跟大家見面了第一次,請來的嘉賓非常之厲害, 又來自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的執委, 亦都是中華文化通識導師潘樹仁先生潘Sir, 這個星期仍然在,潘Sir你好。 當然,除了潘Sir之外,亦都會有一些年輕的同學, 教育大學的兩位同學,Sam和筆瑩在, 今天多了一位女將,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嘉賓, 來自問聯合會的義工Kelly,你好。 你好。 有這麼多人在,我們延續上一次的話題, 其實上次潘Sir開了一個很大的題目, 叫做明朝以前的科技創新和領先, 我記得上個禮拜,Sam和筆, 都和潘Sir有很多的交流, 就像我們的天文歷法和中醫學的發展方面。 來到這個星期, 我們又開啟其他一些不同的範疇, 四大發明和機械製造, 話要聽到四大發明, 問回Kelly, 你第一個印象是什麼呢? 四大發明, 如果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說中華文化歷史的時候, 就是這麼說四大發明, 你會想到什麼? 第一次講。 做紙術。 嘩,已經想到, 你這麼厲害的, 還有呢? 還有紫蘭針, 火藥, 還有印刷術。 潘Sir, 他已經答對了, 第一次已經。 全中。 很厲害, 我還以為是粥粉麵飯, 很多現在的新一代, 阿Sam和阿筆, 都是這樣說的。 我以為是首題, 對你來講, 都可能是這一代。 這是現代的重要發明, 絕對是。 我們可以從以前歷史, 中華文化一路發展, 可以借鑑到什麼呢? 不如潘Sir, 做一點引導給我們吧。 四大發明, 為什麼會叫做世界四大發明? 因為它影響整個人類的文明進步。 我們第一次講紫蘭針, 紫蘭針就是中國原創最早發明的。 有一個紫蘭針除了方位, 地理上的定位重要之外, 其實對於航海是最重要的, 的改變。 因為有航海技術, 有了我們去到哪裡的船, 懂得回頭。 這個定位是靠紫蘭針的技術, 一路演變而來的。 所以這個是影響整個世界的大潮流。 火藥, 其實在中國最初發明的火藥, 就是用來做煙花, 玩的而已。 誰知道元朝蒙古人, 用來做些大炮, 並不能打到全世界, 影響到全世界那些歐洲人, 被我們侵入了很多元朝的版圖, 至今未有另一個國家, 跟他相提並論有那麼大。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發明。 現在的諾貝爾獎, 諾貝爾先生, 其實當年因為賣火藥賺大錢。 原來火藥賣了炸彈, 死了很多人, 心有不安, 將財產成為了諾貝爾獎。 當然, 因為一件事, 中國這就是思想文化, 又好又壞, 好就放煙花, 不好就炸彈死人。 但其實在很多地方可以用的, 譬如說, 我們說是爆破, 石阻住, 我們開路, 開隧道, 用一些炸藥, 都是有很大的用途。 造紙術方面, 其實不是中國最早的, 埃及人最早, 但埃及人最早, 有一個不好處, 原來我們發覺, 太快不一定是好的。 他們做紙術, 因為用了利羅河, 旁邊的奴蕾, 做了纖維, 因為紙其實要纖維, 做了出來, 最初的紙當然不是很漂亮, 紙質不行, 但寫了很多東西上去, 但紙就保留不到, 所以埃及的文化, 很難保存到它的古文化。 中國雖然造紙術比較遲些, 比埃及他們, 但中國不斷演變, 將造紙術優化, 發現原來不同的纖維, 不同的植物, 做出來的紙質不同, 現在有的孫子, 什麼字, 什麼字, 不同的紙會如何? 它吸水力, 或者各方面的工作功能不同了。 中國人一直將紙質優化, 所以對於書寫, 對於文化藝術的存留, 也有重大影響, 日本人很注重用紙, 他們除了自己用的紙外, 他們在中國買大量最優質的紙, 現在中國最出的最漂亮的紙, 日本人盡量拼命去搜購, 買回來就馬上用, 慢慢用, 因為知道, 然後沒有, 有一個收藏價值, 印刷術更加厲害了, 印刷術是現在我們的文化, 現在去到互聯網時代就糟了, 就對了, 就不用印刷, 不用紙了, 但是在互聯網的時代之前, 或者現在我們仍然保留著印刷, 書本, 紙張, 報紙, 傳遞訊息的, 印刷術除了快了, 還有一個保留之外, 去到活字印刷, 畢星發明的印刷, 更重要, 在當年中國, 自己內部, 宋朝的時候, 發明活字印刷之後, 書價, 當時已經用紙了, 書價是跌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 即是大跌價, 為什麼? 因為你大量印刷出來, 就是很多人可以讀到書, 所以這個對於知識文化的影響, 亦都是相當之大, 所以這四大發明, 是被全世界供應成為, 所謂世界的四大發明, 中國人真的很厲害, 聽到這裏的時候, 我知道每次, 我們一些年輕的朋友, 小嘴巴, 其實一點都不少, 他們的腦子非常之大, 胸襟非常之大, 球之肉也非常之廣, 他們每次都會有些問題, 問問我們的嘉賓, 不如今次, 先養女生, 好嗎? Sam和阿畢, Kelly先問, Kelly問一下, 想請教一下, 潘Sir呢? 我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 中國的古人, 對那個細字, 很有情有獨鍾, 因為有見到很多細字成語, 而且很多習慣方面, 都喜歡跟細字掛勾, 例如是, 世大明珠, 世大美人, 佛教的世大天王, 還有是世大發明, 風Sir呢? 上集都已經說了很多, 明朝之前的科技發展, 所以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怎麼會總結了, 做紫術, 紫藍針, 火藥, 還有雕板印刷術, 去做中國的四大發明呢? 是, Kelly問之前, 我可不可以多問潘Sir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一個四字那麼重要? 剛才Kelly數了幾樣東西, 全部都是, 啊, 四大是什麼, 其實四對於我們中華文化來說, 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意思呢? 首先, 我剛才提及過的, 所謂的四大發明, 其實不單止是中國, 自己認為是一個四大發明, 其實世界上, 都供應是一個四大發明, 因為是影響整個人類, 在互聯網時代之前, 最大的影響, 當然我們剛才說, 手機可能都是現在的, 互聯網之後的四大發明, 將來可能我們人類再評定它, 但事實上影響, 因為對於人類的生活, 文化, 或者文明的進步, 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是被世界供應的, 為什麼用四呢?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問題, 為什麼五大發明, 六大發明, 為什麼四呢? 其實, 在中國人來說, 是很喜歡穩重, 穩重, 四就是四方方, 四方法 Pitt… 一個人站在其中間, 如果你知道前 後 左右 是一位這個人很穩重的, 一個人的感覺很清楚 在前面, 是甚麼朋友 後面可能有的人坐著的, 左邊還有誰, 當你如果有人坐在這裏好定定地 知道你四方面是甚麼人 其實你個人的心是很平靜 我覺得中國人為何喜歡四 就是四四方方平平靜靜 因為中國人比較喜歡穩重的態度 不是喜歡急速 不是喜歡快 現在的人年輕或年輕 快點爭取 其實快大部分都會錯 衝動了 但我們不是說不要快 快得來又要不衝動 其實快要加慢 你純粹快就不行 純粹慢又不行 我認為純粹慢又不適合 豬油包又做不到事 不如就不要用它 是不對的 但是快也要加慢 這樣就要平穩 要平衡 這就是我們中華人說的四方半面平衡平穩 尤其是我們再講的深一步 是陰陽平衡 萬事萬物 我們在上次都說過 其實有些事都不是說你 天氣說好就好 火藥 我們剛才說一樣 你看煙花就很漂亮 我們做手榴彈 做原子彈死的人 這一定是壞事 殺人放火 我們怎樣說 事物就是這樣 有一定是平衡的 我們不要太過側在一邊去看 看事物 中國人教我們古代的智者 要四方八面平平穩穩 不要看一邊 這樣去看事物 就是這四樣東西 為何會入選呢 就是大家平穩 大家去比較之下 我覺得這幾樣東西都是很平穩的其實 不是說這麼側在一邊的 或者不是少數人得益的 大部分人都得益 所以才入選為四大發明的 那又能學到東西了 好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說 《世界徐衣梅》 剛才休息之前 潘先生就解釋得很清楚 原來這四字 和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思想 如何安心立命 如何去看我們 和四周的關係 和人與人的關係 很有關係 所以四大發明 開始就明白 為何是四 不是五 不是六 是其他數字了 Kellie 我知道你還有些事 關於四大發明想追問 潘先生的 交給你了 我做過一些資料搜集 發現英國有位傳教士 他叫麥都斯 他在1838年說 中國有三大發明 紫南森、印刷術和火藥 他們對歐洲的文明發展 有異於尋常的推動力 我想知道這個說法是否真的 而且又是怎樣推動法 嘩 異於尋常很重要 潘先生 當然 其實他用這個字眼非常之好 異於尋常就是很特別 剛才我們正在說 為何會被推舉為世界的發明呢 因為就是異於尋常 因為這幾樣東西 譬如我講得很清楚 造子術就不是我們領先 造子術就是埃及行先的 所以埃及這個造子術是傳流到歐洲 所以歐洲人對造子術 沒有那麼熱衷 為甚麼 因為我們中國有自術 我們也有 歐洲也有 不是那麼 但我們中國造子術 雖然我們說是很優質 研究得很清楚 這件事他們可能相差很少 他們沒有那麼著意 但其他那三樣 他們覺得很特別 令到整個文化 第一我們講講指南針 我們講影響航海 因為歐洲人後來的工業革命 後來他們的興起就是靠遠洋的航行 他們的船來到遠東去印度去中國去做生意做貿易 因為你看看整個歐洲的國家已經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 好像印度那麼強大 好像中國那麼強大 現在在那個時代 中國和印度是兩個大古老的國家 他們可以來做生意的 那你去坐船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航海術 沒有這個指南針的啟發 他們沒有去增加航海的研究的時候 他們怎麼可以來到中國 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所以影響他們的文化交流 第二就是 那個火藥 剛才講的 他們拿了火藥來做武器 他們猛研究做武器 所以變成他們有武器在手 他們對他們去做全世界的殖民地 他們想著殖民地 中國沒有想著殖民地 中國從來沒有殖民地 生個治療是他們搞出來的 所以這些都是他們的搞狗陣的問題出現 所以火藥 因差術更加我們講清楚 令他們的文化傳流很全面很快速 這個是最大的影響 當然我們現在變成互聯網 但是當時如果你說沒有印刷術的時候 你抄襲 一天抄襲了多少份文件 印刷就不同了 一天印一本書 你可能抄襲一本書 抄襲十天 糟糕 完全是令文化 令生活 完全有了突然間的改變 所以這位全教授說得很對 所以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 有些人說 你中國科技這麼厲害 為什麼不繼續發展 因為我們的方向不是去掠取別人的資源 不是製造火槍 去打仗 不是去什麼 我們是什麼 是一個公平貿易的 當時如果說給大家聽 貿易是很簡單的 他們遠洋的船 所有都裝了白銀 整個船都是白銀 譬如歐洲 葡萄牙 或者荷蘭 來到遠東 去到中國 白銀就換了我們什麼 換了我們幾樣東西 就是絲綢、茶葉和陶瓷 這三大出口的主義 他們換了 他們回來之後 一百倍、二百倍 賺到這麼多倍數 當然是來做生意 對嗎 每個人都來了 我們就白銀就開始外流了 以後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Kelly 回答到這裡 你滿意嗎 滿意 有沒有東西要追問潘Sir 我想問一下 特別是軍事方面 會不會歐洲是因為受到中國這些發明 而影響到他們對軍事方面 有更加強大的發展呢 當然 他們拿了火藥 開始做槍械 他們是先做的 他們是先做的 而後來他們 發現原來殺傷力這麼大的時候 就成為了新一代的武器 我們叫做熱兵器的時代 在熱兵器的時代 之前就是冷兵器 大家用刀用劍 就打 就算工夫了 個人的工夫 但是熱兵器的時代 就不一樣了 就算炮有多大 打多少出去 蛋有多遠 射得 他們不斷研究的時候 加速了他們的研究的時候 他們拿到的兵器 為了遠東 開殖民地 去侵略土地 去全世界侵略 所以不只是中國 印尼、菲律賓 做了他們的殖民地 他們是想掠奪一些其他地方的資源 所以他們一定有武器 我如果刀劍 可能不夠你打 一對一 你人多 我人少 但是我拿槍就不一樣了 我打十槍你都不能夠身 你一定不夠我打 所以他們是加速了他們 研究熱兵器 但是我想說一個 我們中國很厲害的問題 就是當第一代的熱兵器來到 普通亞人 是很先在歐洲興起的 他們霸佔了澳門 來了一個商房之後 精靈都說 算了算了 讓你做生意 乖乖的做生意 不要搞那麼多 他們就賣了一些火槍 就是明朝 賣了一些火槍 當然是好東西 將武器提升 升級 中國的明朝政府 就賣了這些火槍 就派去每一個關口樹 就是邊疆給將軍 其中一個位置是斥繼江將軍 他買到這些火槍之後 分配了不太多 十幾十支 他就叫自己中國的工程師 將這個火槍設計大些 配大它 配大之後 後座力不是強了嗎 我們一般開槍人知道 他怎樣呢 他做了一個小型炮 你全部都是中環發明的 當時是早過歐洲 有小型的座地小型炮 也是全世界發明的 還有他想到 就做些好像地雷那樣的東西 連環地雷 地雷容易 做些火 又一雪 又一箱爆了 他不是 他做些連環地雷 又是斥繼江發明的 中國人其實是有創意的頭腦 他做了這幾樣東西之後 將這些武器用來打日本人 當時叫倭寇 日本人當時在東南沿海 福建、上海一帶 整天擾亂 怎樣擾亂 上岸之後搶東西 搶完東西之後 就帶回日本買 就是這樣 蠶絲、有錢、金雲書寶等 全部都搶走了 那你怎樣打 很難打 唯有去了斥繼江 除了用這些新的兵器之外 還有一些新的戰略 打退了 打到他們大本營都要趕走 他們害怕 看到斥家軍 斥志祺 就走人 這樣 所以中國其實不是沒有人才 不是沒有時間空間 只要你有給我們時間空間 我們有這麼多的地帶物博 自己真的賺了自己 我們慢慢去想一些新的東西 去對抗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是有機會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的文化復興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陽光的前景 我見到兩位同學 阿Sam和阿筆 一直聽的時候 多聚精回神 看著潘Sir 好像眼裡有團火 我們先留一會 待會回來休息之後 讓你們再追溫下去 繼續是小嘴巴大世界這個環節 剛才在休息之前 我見到兩位教育大學的同學 阿Sam和阿筆已經磨拳擦掌了 很多事等著要問潘Sir 先交給阿Sam 李敏先 剛才潘Sir的四大法文 真的說得很清晰 完全明白了 其實我想在建築方面 問一問潘Sir 其實我之前做了一些研究 其實就知道 原來我們古代那時候 其實是沒有釘的 某些傢俬或建築 其實為什麼我們現在 流傳不到下去呢 你當然很少去看 古代的中國建築 其實我們有流傳的吧 潘Sir 沒有釘的建築 其實我們很早 一向都不想用釘 但是為什麼不想用釘 當你兩件木的製品 要接合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銅器 金屬是有的 用銅釘也可以 為什麼不用銅釘呢 為什麼我們不用銅釘呢 木的釘也會有的 為什麼不用金屬的釘呢 因為當你冷縮熱象的時候 那個木跟金屬就不一樣了 冷縮熱象 這樣就變成有爆裂的機會了 即是爆裂的機會了 但是如果你用同一個木料 你的接口的筍位 我們叫做筍位 入得好的時候 一起冷 一起熱 一起冷縮熱象 這樣就完美了 對嗎 不會有裂痕 所以為什麼 可以流傳很久了 如果你有爆裂就麻煩了 這個會不會跟中國的傳統建築 是以木為主的質感 木材本身的性質有關係 所以我們才要用入筍 或者用這些技藝 尊重它的有機性 這個很難說 如果你這個問題 就很難有一個比較標準的答案 我的看法就是說 原始人類首先就是住山洞 住山洞找一個泥 或者住樹上搭一個茅屋 想著想著就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最天然的原料 就是兩樣東西 一個磚頭 一個就是木材 磚頭建的東西 是很硬正 表面上來說很硬正 但是木頭建的東西 大家可能覺得除了質感之外 其實有什麼 被震 原來我們說的 那些筍位入了之後 它除了冷宿熱漲好之外 可以避震 因為木的接受的震波是好的 如果磚頭太硬了 慢慢有震盪的時候 就會倒 而且 保養來說 磚頭的保養 是反圍困難的 而且 不會冬亂下糧 木頭會冬亂下糧 你懂得整個夾層 木與木之間 例如你看日本片 那些建築 告訴你 冬亂下糧 夏天不會熱的 冬天也不會冷 就是很簡單的設計 很簡單的氣流流通 室內的氣流流通 因為它是金字頂 所以來說 是不會太熱 又不會太冷 反觀如果磚頭 因為磚頭是冷冰冰的 它儲不到熱量 木頭本身是煮熱的 它煮熱之後 夏天就煮熱 冬天就慢慢放出來 就暖一點 這也是木材本身 有天然的好處 所以到我們去建築 想用什麼材料好 發覺木這種材料 其實更加適合於 我們人的居住 所以以木為主 阿Sam 就沒有什麼追問呢 太清晰了 完全明白了 我現在比較不問了 我們還沒講過筍口 好 講一下 筍口其實是我們繼續有流傳下來的 只不過 因為做筍這件事 第一 如果你是大的建築物 的時候 技工技師要很精細 現在反而真的沒有那麼多技師 不要說自小學 你怎樣刨筍口的摺位 那麼適合呢 這個很高技術 也適合得漂亮 現在我所見到很多 就算是民國時代的 那些櫃 那些木櫃 全部都沒有釘 都有很多的 都很漂亮的 但是木櫃的那些櫃筒 或者櫃魚櫃之間 摺口的範圍比較小 不同我們現在所謂的 供電式那些 有沒有呢 現在我們有個鑽石山 有間寺院是用這些的 大家不妨去看看 其實中國的古代建築 亦有很多精髓在裏面 而且都要有一些口缺 有些不同的格式 供電有供電的格式 可能民居有民旅的格式 全部都是有一些 好像口述的 即是一代畫一代 師傅就告訴徒弟 怎樣建造一個 完全不用用釘 但是都不會塌 亦是很好看的建築 好了 到你了阿畢 你的追問是甚麼呢 剛剛說起中國建築 我心想起 因為我好像參觀過 有一種特色 就是它好像架空了 好像不接著地下 想看看設計概念是怎樣 架空了是甚麼意思 人居住地板 好像跟地面架空了 專門的空位 應該是通風的概念 還是一些傳統 一些對身體健康的東西 這件事其實就很清楚的 在我們的中原或者北方 天氣比較冷 其實我們那個位置 就是一個起高了 不是平地了 起高了來做一個床 那個床可以挖個洞 來做一個火盆 如果是做客廳 大家一起喝茶 聊天 有客人來 如果是做一個睡眠的地方 它可以成為一個暖爐式的 底下一個暖爐式的做法 其實 一般是想這樣的設計 就有所謂的甲層在裡面 但其實另外一個 如果你說到這個 我就想解釋一個叫做水嶼 什麼水嶼 我們多嶼的嶼加木字邊 這個水嶼 這個水嶼是為什麼呢 你去遺和園會看到的 即是在水 我們有一個湖 或者水面 它這間屋 就不是在水邊樹 就強行伸出去 在水面上高 譬如它有一個涼亭 通常是涼亭 或者住的地方都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有水蒸氣上來 會涼快些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所以那些叫做水嶼樓台 當然你起 你那個要撐出去 你的基礎要厚些 那些材料要多些 可能要貴一些 但你那種清涼 那種涼快 是很舒服的 我們夏天大家去喝茶 沒有冷氣 那時候 夠環保 夠環保冷氣 有些冷氣 拿一點風 吹一吹水蒸氣上來 你會很舒服 喝茶 聊聊聊天 我們中國文化 怎樣大雞 推動一下新包裝 可能就是那裡有些靈感 很舒服 那些水嶼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中國人 那個建築就是這樣 要在環境 而利用環境來 去怎樣令到舒服 舒適 好 我們又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每次做這個環節 小聚巴大世界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潘Sir很厲害 兩位同學馬上入口 Kelly都在那裡 默默地暗口 好多謝潘Sir 來到這一節 我知道 阿Sam 其實現在現今科技都發達 其實天文台 又或者很多東西 都有很多精準的儀器 我又想問一下教授 你之前也有說過 明朝的科技 其實都很厲害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 你最欣賞的科技 發明是什麼 在機械方面 如果機械方面 其實都算半機械 就是在四川的刀江燕水壩 這個水壩機器的用處 就是它有一個活門 它能夠引導主流的水 流入四川 當流到差不多 那個程度就會停止 活門就會自動閘住 將它流出來 在外面 分流 這個分流的做法 是一個自動的 不是人去做的 是一些水流 當然如果你說 我們發覺 早點夠水 早點山雜 行不行 可以早點山雜 或者下游 下游太乾了 我們不要要那麼多水 我們早點雜 都行 問題是 最初為什麼會觀察到 地理環境 加上機械式的設計 造成在水口裡 做到一個提霸 這個工程當初 不算是很大的 但能夠做得到那個效果出來 它是用普通的 竹 用普通的器材 現在 在現代 我看到 已經改變了 我們用了新式的 鐵 用了泥 用了磚 用了磚 改了 更換了 但 全部的設計 是照古代一樣 原理沒有變 原理沒有變 古代沒有變 旁邊有一座城樓 走上去看 整個都看完 我所知 現在全世界 在大學讀水利工程 學造提霸的工程師 他們一定 在那四年大學中 一定要去一次 去觀察 去研究 去學習 現場看 為什麼會做得到這件事 還有那個 我們說說 范利水壩 有沙泥的堆積 怎麼稱呼沙泥 全部都想過 當時已經想過這些 現在我們說的 什麼沙漠大壩 原理 其實可以 差不多都是這樣的 比它大一點 可能它小一點 但你在那個時代 能夠做得到 想得到 這樣的機械 活門設計 我覺得 這是簡單的機械原理 但這個活門設計 也是很重要 另外我想說一個 很簡單的 風箱 風箱活門設計 我們知道 如果要打鐵 一定要很高溫 很高溫 才可以增加溫度 鐵燒紅災 才可以打鐵 可以煉 煉到它變成鋼 拉風的風箱 中國人很早已經 在唐朝的時代 唐漢之間 已經發明了一個風箱 成活塞 這樣的形狀 加強風 打進去 出入爐 增加溫度 這就是世界的首創發明 所以這些機器 都是我們很簡單 但是很有用的 完全是很棒 很厲害 真的想不到 中國原來有這麼厲害的發明 對 很厲害 來到這裡 潘Sir 又有一個問題 要問你們 好像都是 不用怕 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們都聽了兩集 你們心目中 或者對中國 某一些歷史文化 會不會是一種比較大的改觀 會不會 會不會 對 實在我們有什麼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未來 和我們的過往 如何處理未來的問題 有沒有這樣想過 想就沒有這樣想過 但我有想過 最喜歡的發明 其實都是地震義 剛才休息的時候 也有說過 地震義 我覺得這個發明 其實真的挺偉大 你也知道中國經常發生地震 這些問題 其實 這個地震義 其實就是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哪裏會有地震 竟然之後 可以早點來防 不過很可惜 失存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發明 是最棒 也是最好的 阿Sam 你會不會也有想過 或者考慮一下 聽完潘Sir的講解之後 為什麼我們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有很多很厲害的發明 我們的人也很有創意 但是要怎樣把這種精神 繼續延續下去 去到我們今天 到下一代 再下一代 這種精神都得以延續 有什麼方法 如果在你的角度來想 因為我自己讀教育大學 都是在做教育那些 其實都可以跟自己的學生 甚至乎貧輩之間 都可以多一些去交流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可能現在科技太發 但可能大家都只是說 電話、遊戲機等等 其實可以多一些去探討 這些文化 其實我們會發覺 其實中國原來 有很多的發明 都是很厲害的 可以從中增加到 歸屬感 即是不用讓人覺得 中國的發明 是差的 阿筆呢 我也是覺得 教育當然是其中一個部分 當然也要配合很多其他 譬如政府的政策 又或者各界人士的協助 都對那個文化傳承 很有幫助 所以就更加令我 會對護志印刷 又或者造紙術 會感到興趣 因為其實 譬如你說指南針火藥那些 是對我們去探索外界 是有幫助的 但是探索完外界 我們自己內部的人 要去認識這種文化 就是要靠這些 資訊傳播 就是靠護志印刷 但是 當然去到現今世界 就不是再去著重 這些譬如訊息傳播 因為資訊氾濫 但是這個時刻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 各界人士的幫助 去傳承一種文化 我覺得第一步 反而是重新認識 要放回她一個比較合理的定位和水平 和認識她的價值 然後可以走下去 Kelly呢? 我覺得呢? 我也很認同剛才兩位說的意見 特別是在宣傳方面 因為好像剛才說到的 世大發明 因為印刷術 因為可以廣發地流傳 才會這麼受歡迎 就好像現在我們用的社交媒體 互聯網 我覺得可以朝著這方面的發展 即是人類缺乏些什麼 就自然會想到 需要加強哪一方面的發展 來改善她們的生活 謝謝各位的分享 潘Sir一連兩集的出現 令到我們完全學會了很多東西 感謝 謝謝 這個環節會繼續的 逢星期二的下午四點到五點 都會有小嘴巴大世界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